天花板 好,這個天花板 它下面有三根細繩 打結在這裡 然後這根細繩下面 懸吊一個重量為W的物體 那現在要求什麼? 求三根繩子的張力 三神的張力 好,現在你要注意聽我怎麼做這個題目 有很多要領都是在這個地方教你 你拿到題目的時候 你不要馬上就做 你把題目了解了 然後你就分析說 這個題目問我什麼問題啊 是哪一類的問題 你就從它哪裡來了解呢? 就從它的問話裡面來了解 它要你求什麼呢? 三條繩子的張力 所以是力的問題對不對? 力的問題 有關於力的問題啊 作用在物體上 我們可以把這個物體分別為 它是在平衡狀態還是在不平衡狀態 如果在平衡狀態 我們就是用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或者是直 這是直點 我們如果是平衡狀態的話 好,我們就用平衡的條件來處理 平衡條件裡面有第一條件 有第二條件 我們就講第一條件 第一條件是說 它已經平衡的話呢 這個系統的外力 合力要等於零 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用平衡條件來做 用平衡條件來做 那麼我們第一步要做什麼? 你先把圖畫出來 以後你做題目啊 要畫圖 知道嗎? 要畫圖 你需要畫幾個圖 才能夠把它表達得清楚 你就要畫幾個圖 不要畫兩個、三個 多到五個 才能夠表達得很清楚 我就要畫五個 不能不畫圖 好多同學做題目啊 圖也不畫 什麼量都沒有定義 然後就是這個成那個 那個成這個 等於一個結果 你說誰看得懂啊? 誰看得懂啊? 你在算什麼? 鐵板神算啊 看著你在那底底搭搭的 你要表達清楚啊 圖畫出來 OK 然後呢 我們就要 要開始運用平衡條件 有兩個力就用兩個力平衡條件 三個力就是三個力平衡條件 或者是用 力的合力等於0 因為已經知道平衡了嘛 合力要等於0 這個時候啊 你就要把力要畫出來 所以首先我們就取這個 關鍵物體 就是說你取這個物體啊 你才能解決問題 比如說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關鍵的物體 W 我取它 我就把這個物體啊 另外畫出來 這叫分離物體圖 把它畫出來 之後呢 你把作用在物體上的外力畫出來 所以你現在要知道什麼是外力哈 我們外力通常分作 我們外力通常分作 超距離跟接觸力 那麼 什麼是超距離呢 像地心引力 它不需要碰到你 它就有力量作用在你身上 這個叫超距離 現在我們目前做力學裡面啊 所遇到的問題啊 超距離大概就只有 萬有引力哈 所以我們畫外力的時候 記得哈 第一個先畫超距離 超距離 作用在哪裡啊 我們把這個物體 如果當作是均勻的話呢 那它就作用在它的幾何中心 它本來是作用在它的質量中心啊 但你質量不均勻 它可能在這裡 質性可能在這裡 我們現在假定是均勻的話 就是作用在幾何中心 那我們就把這個力啊 畫出來W 好 畫完超距離以後呢 我們就看接觸力 接觸力哈 第二類就是接觸力 接觸力就是說 你物體要施力給這個 另外一個物體 你一定要跟它接觸 像我要推它 我一定要用手要碰到它 對不對 我拉它 手也要碰到 也要碰到物體 所以你現在就畫 畫接觸力的話 你就看 什麼東西跟這個物體接觸啊 什麼東西跟它接觸啊 繩子啊 繩子跟它接觸啊 繩子跟它接觸的話呢 我們就會畫一個 我們就會畫一個 叫做T1 prime 就是這個繩子啊 用T1的力來拉它 還有沒有接觸力呢 接觸力可能不止一個喔 那你就看看還有沒有別的物體跟它接觸啊 現在有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這兩個啊 所以以後啊 你畫外力要注意哈 你多畫了一個 少畫一個 你這題目就做錯了 而這個技巧是整個力學都要用到的 所以你一定要 要努力的學習哈 現在這個物體畫好 它的外力就是這些 那有幾個力啊 幾個力作用在它身上 兩個 兩個力使物體平安有什麼條件啊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且還要怎麼樣 共同的作用線 因此這是一條線 對不對 它是作用在直心 現在我們就 當作它是幾何中心 那它也一定要經過幾何中心喔 對不對 所以你就 很清楚的就知道 我現在運用 二力使物體平衡的條件 好 T1 Prime 要等於負的W 好 那T1Prime等於什麼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一個是等於負的 一個等於正的 這個是向量式 這個呢 只是大小而已 只是大小 所以你大小 存量跟向量一定要寫清楚喔 要不然會混在一起啊 好 你現在求出來這個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 那你就會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畫這根繩子哈 這根繩子在這邊是提 張力 它拉開嘛 這個是什麼力啊 物體拉繩子 這個是什麼 繩子拉物體 這一對是什麼力啊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所以這一對 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有 是不是有這個關係啊 它跟這個 它跟這個 一個作用力 一個反作用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 T1Prime 負的又等於W 那麼因此 T1就是W T1就是W 我們可以求出來 T1的大小 就等於W 好 這裡有 有應驗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根繩子如果沒有質量的話 你這邊掉一個W重的物體 就是W的物體 用它的重量作用在這一邊 這就是它的張力 這個張力 這個張力呢 等一等可以 沿到這裡來 它可以傳到這一邊來 好 現在T1就出來了 T2 T3 我們還不知道啊 那我們 就怎麼辦呢 好 我們現在還要取一個 關鍵物體 不一定要物體耶 點也可以 比如說這個就是一個關鍵點 關鍵點 像這個 T1 它傳到這邊來 這是T1 這是T1 我們講聽這是T2 這是T2 這個是T3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指點 我們那個是 我在那裡是打草稿給各位看 那現在呢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 點啊 分離出來 我畫在這個座標上面 這個是X 這個是Y 好 好 那麼我們直接畫這個 已經求出來了嘛 這個就是W嘛 好 T2 我們要求的 好 T3 在這一邊 好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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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呢 就要 應用 平衡第一條件 或者是 因為指點 這是一個 作用在這個指點上面 可以 或者是牛頓 第一運動定律 我們有 第一條件是說什麼 Sigma F External 要等於0 這是一個向量式 但通常啊 我們這些例啊 幾乎都是共滅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例 都分成 X分量 與 Y分量 我們把它分成 兩個分量式 這樣 比較方便 所以呢 平衡第一條件 是這個 它又是這個 Sigma Fx 等於0 Sigma Fy 等於0 好 我們現在看 Sigma Fx 就是x方向的合力 要等於0 那你就把 x方向的合力 每一個例都寫出來啊 T2有一個 x方向的合力 朝這一邊 這個等於什麼 T 2 cos θ2 對不對 好 T3 T3 也有一個 x方向的合力 不過它現在 朝什麼方向 朝x的負方向 這是個向量式喔 一維空間的向量 可以用正負號來表示 這個方向是正的 朝那個方向就是負的 OK 好 所以它就變成負的 T3 cos θ3 這是合力 兩個力 合起來等於0 你不要把它寫成 T2cosθ2 就等於T3cosθ3 正確 正確是正確 正確 正確是正確 但是這個習慣不好 因為將來我們用牛頓定律啊 它都是一個因果律耶 有其因並有其果 合力是它的因 產生的加速度是它的果 所以你因要寫在一邊 果寫在另外一邊 記住啊 千萬記住啊 你不要寫成T2cosθ2 等於T3cosθ3 因為這樣你就失去很多物理意義 你要是這邊是因 這邊是果 好 然後呢 再看 SigmaFy Y方向的合力 要等於0 Y方向有哪些力啊 T2cosθ2 好 那個也是向上的 T3 Sciθ3 還有一個 向下的W 你把力中的寫在同一邊哈 好 你現在解這兩個方程式 可不可以把 T1 把T2 T3解出來啊 好 我們 我就不解了啊 你們回去解看看 這就是程序 我們做題目的步驟 第一步要幹什麼 要分析這是什麼問題耶 我弄正確是什麼問題 我知道用什麼方法來做 然後再下手去做 知道嗎 不但物理要這麼做 你以後不管遇到什麼問題 都是這麼做 你日常生活裡面遇到的問題 你也不要這個滿滿重鑽就這麼做 你要很沉著 分析我這是什麼問題 我有沒有解決之道 想好了 這是一個力學的問題 又是平衡的問題 所以我們按照平衡的問題來處理 第一步畫圖 把所有的外力都畫出來 畫圖 畫圖以後你就要挑這個 選擇關鍵物體嘛 然後把作用在關鍵物體上 所有的外力都畫出來 畫外力的時候 你第一個考慮的是什麼力啊 什麼力 超距力對不對 然後就考慮什麼力啊 接觸力 有什麼力跟它接觸 有什麼東西跟它接觸 然後呢 力畫完了以後呢 按照平衡的條件 列式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列這個式子 你先不要把數字帶進去 比如說他給你說這個W是100牛噸 你不要在這裡寫100喔 你還是寫一個W 然後住民 在別的地方住民 W等於多少 100牛噸 你用那個W來畫圖 知道嗎 有式子以後 然後再解 你不要圖也沒有 式子也沒有 就一大堆這個算來算去啊 你將來自己看都看不懂 不要說別人看你的 啊 記住哈 這個立題就告訴你以後 你回去要怎麼做哈 好我們在很快的再看一個題目 很快的再看一個題目 好 這個圖上面啊 這是一個物體 用一根繩子懸吊在這裡 這是一個什麼 你自己要寫哈 質量等於0 的一個硬的 一個支撐 所以我們假設它質量等於0 它是一個硬的 不像繩子那麼軟的 那麼它是硬的 然後這是一根軟繩子 好 如果這是平衡狀態 我們假定這個是 CTA3 這個叫CTA2 我們求哈 我們要求 這個 這根繩子的張力 跟牆給支撐的 力是多少 好 繩子是指這個繩子 好 你現在怎麼做這個問題 這麼拿著筆就做啊 很多同學考試的時候 哇這個 它都用背的 你知道嗎 看一個題目我好像看過 趕快寫 晚一點寫就忘掉了 手一邊發抖一邊寫 結果寫了半天 錯的 做錯了 又把它槓掉 然後再畫一張紙啊 大部分都是槓掉 這裡槓掉那裡槓掉 最後剩下一些空白 寫到這裡 然後畫個箭頭在這邊 然後再畫個箭頭你看這邊 用完了就請看背面 亂七八糟 一看你就知道你這個 這個做事情沒有方法 你靜靜的先分析 這是什麼問題啊 什麼問題啊 我說從哪裡去看啊 從他的問題裡面去看 對不對 他要你求什麼 繩子的張力 強給支撐的力 都是力啊 是力的問題啊 力的問題我們通常分成平衡與不平衡 現在是平衡還是不平衡呢 平衡 平衡我們不外乎是用平衡第一條件 平衡第二條件 目前我們只有學平衡第一條件 在用這個方法之前 你要把圖畫出來對不對 CD上有圖 你還是要抄在你的紙上面去喔 將來我考試的時候 考卷上有圖 有的同學就在那個圖上面 做 然後答案子上寫你的計算 然後交上來沒有圖 那個誰也看不懂 圖要畫好 然後選擇關鍵的物體 選那個才有用 比如說我現在選這個就有用 因為 這個力作用在他 他的力作用在他身上 他也有力作用在這裡對不對 你選牆有沒有用啊 選牆有沒有用 沒有用欸 選關鍵的物體 然後呢 把作用在關鍵物體上的外力 全部畫出來 第一步畫什麼力啊 超巨力 我們說這個 支撐沒有質量 那有沒有重力啊 沒有了就不要畫了 對不對 然後就畫接觸力 看什麼東西跟他接觸喔 我們先把它畫在這裡 這個繩子這邊掉W 這個力就傳到這邊來對不對 啊 力可以傳到那邊去 那繩子 這根繩子有張力耶 這就是我們要求的 好 牆給他的力在這裡 它作用在哪一邊呢 箭頭要怎麼畫 方向怎麼畫 要怎麼畫 不像繩子 繩子張力就是繩子奔緊的那個方向嘛 那不會錯吧 但是這個硬棒本來就是直的啊 你怎麼畫它呢 你怎麼知道它可能 它可能是這樣子用力啊 可能是用到這裡來啊 也可能就是圓的這個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判斷 嗯 要有道理喔 判斷有道理 不是用亂猜的 現在幾個力作用在這個 支撐上面 三個力 我們剛剛講 三個力 使物體平衡有什麼條件啊 合力要等於零 還要有共面 共點 這個都在一個面上面 這兩個力共這一點 所以這個力一定要經過這一點 所以這個力一定要經過這一點 不經過這一點就不共點啊 所以這個力一定要圓著什麼方向 圓著 支撐的方向 我們用P來代表 現在我們就 分離 物體的圖 free diagram free force diagram free body diagram 分離物體圖 那我們就 就是畫在這裡 這個方 我們現在就把這三個力啊 用一個坐標表示出來 我們已經畫在那裡了 好 你先畫W 然後T 這一邊 它的這個角度 這裡是 ceta3 然後這個呢 就是在這一邊 你可以把這個 作用線畫出來 作用線 好 它就是這個方向 這個是 ceta2 畫好了 圖畫好了 然後 用什麼 原理來列柿子呢 你寫有平衡第一條件 這個一定要寫啊 一個題目上不只是 英文字母或者阿拉伯數字 有的時候要寫字耶 有的時候要寫字耶 然後你現在平衡第一條件 我們可以分成 Sigma Sigma Fx 等於0 跟Sigma Fy等於0 這個數字列出來 其實跟那個都一樣的 好 然後我們就寫 Sigma Fx 它是什麼 Sigma 這是P 這是P 小文字母 Sigma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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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然後你自己去解 解T OK 我做示范给你们看 由你们做题目就是要这么做 我一看你的题目啊 我就知道你的思路是怎么样 你的思路是怎么样 你有图画出来 我就知道你大概会 会掌握这个关键 它的外力都是哪一些力 然后你用的条件是 你用的原理是这个原理 然后你的式子也列出来了 然后你就计算 你式子图什么都对了 你后面算错了 加法写成减的 或者减写成加的 或者怎么算错了 这个扣的很少啊 扣的很少 如果你式子也不对 图也不对 你乱七八糟算一通 答案对了 零分 零分 知道吗 你怎么会对啊 你式子都列错 你怎么会对啊 你一定偷看人家的嘛 要不然怎么会对 那就是零分 OK 所以你以后 做题目啊 你就像 像这样子的做 清清爽爽 就表示你思路很清楚 好那么我们再介绍 一个东西叫做摩擦力 介绍摩擦力 因为将来我们讲到牛顿 第二定律就要用到这些东西 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摩擦力 摩擦力 我们可以把这个摩擦力啊 分成这个近摩擦力 与滑动摩擦力两种 好摩擦力 我们知道两个物体互相接触的时候啊 在它的接触面呢 会有一种力 这个力呢 也会作用在物体上 也会作用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力 通常我们称它叫做摩擦力 各位都知道 都学过 摩擦力有几个特点呢 它是跟物体的运动方向 或者物体想要运动的方向 要相同还是相反呢 相反 相反 这个因为都知道了 我就很快地讲过去 然后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这个面的一种特性有关系 比如说你穿球鞋 在柏油路上面走路 很稳 对不对 因为摩擦力很大 如果你穿那个皮底的皮鞋 在那个打蜡的地板上走啊 那你就要很小心 或者在这个结冰的路上走 你就不能卖这个大步 你就要小小小的步走 因为那个时候 那种状况之下摩擦力很小 所以呢 跟这个物体的性质有关系 还有跟这个物体的什么力有关系啊 跟物体的normal force 叫做正向力有关 我们等等会画出来 那么跟底面积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跟底面积大小没有关系 那你看那有的这个跑车 为什么那个轮胎那么宽啊 我们一般的车子都很小 对不对 很窄 为什么那么宽 是不是增加摩擦力啊 不是 为什么要那么宽 散热比较快 你知道吗 散热比较快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体分作 进摩擦 这个叫做static static friction 进摩擦 进摩擦就是啊 这个物体 它没有移动 它的速度等于零 速度等于零 那你现在把这个物体啊 我们写它的速度等于零好了 我现在用力拉它 它还是没有动 它还是没有动 这是水平的 水平的 那么 它为什么不动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 摩擦力的原因 摩擦力的原因 好我们现在把它所受的外力都画出来 第一个画超距离 然后呢 就是接触力 什么东西跟它接触啊 你手跟它接触 拉的力 对不对 还有呢 地面跟它接触啊 通常你记住啊 接触面 上的力 通常会有垂直的叫正向力 切线方向呢 这个时候就是摩擦力 知道吗 可以分成两个分量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 正向力 它这里会有一个 因为它不动 所以它会有一个static friction 有一个static friction 好那这个n呢 会移过来一点 等等我讲它的原因 这些就是它的力哦 外力都画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 看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果这个物体 它在 平面上 没有力量拉它 没有力量拉它 好这个是 我们画它的外力 W 然后normal force 是它给它的一个 正向力 还有 这个面 给它的摩擦力 我们现在是 对这个物体来说的 static friction 就这三个力 对不对 没有外力 这个时候摩擦力 等于多大 摩擦力多大 桌子摆在这个 地面上 没有动 它跟地面之间的 摩擦力是多大 我问你 有没有摩擦力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们有根据 我们有根据 我们有 sigma fx等于零 sigma fx 只有一个这个 因为它是在平衡状态 对不对 没有动 平衡 等于零 我们用这个 因为它是朝那边 所以f等于零 这时候没有力 我现在加一点点的力 那么这个物体呢 还是没有动 好像这个桌子 我用这么大的力 推它 它没动 那我们把外力画出来 有一点点能力了 这是超距离 然后这个地方 接触力 有水 切线方向 还有n 假如这个时候 它还是平衡 还是没有速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 sigma fx 等于零 那就是等于f 减掉 static friction 等于零 那么static friction 就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摩擦力的大小 就跟这个一样 但是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一直到什么时候啊 你这个力再加大 它也增大 再增大 它也增大 只要它不动 等到有一个时候 它加大 到某一个地步 它不能再加大 它有一个限度 有个最大净摩擦力 那这个物体就开始动了 就开始动了 OK 那因此我们说啊 这个摩擦力通常啊 它等于什么东西呢 它的关系是这样子 μs叫做净摩擦系数 coefficient of static friction 是这样子 一般都比这个小 然后等于的话 就是它的最大值 它是跟N有关系哦 N就是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为什么这个N要移过来啊 为什么要移过来啊 为什么不在这个跟W一起啊 为什么 因为 听到啊 这四个粒可不可以 这两个粒可以画成合粒 画成合粒以后就变成几个粒啊 三个粒 好 我先画这个 要不然画不好 所以这个摩擦力没有这么大 摩擦力应该只在这里 好 在这里 好 现在 这个粒呢 P 就是 这两个粒的合粒 你把它写成这个 这两个就不要看了 那现在剩下几个粒啊 几个粒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粒是物体平衡有什么条件呢 除了合粒等于零之外 还有什么条件呢 三粒要共灭 三粒要共点 这两个粒已经是共这一点了 对不对 那它 这个粒一定要共这一点 一定要经过这一点 经过这一点的话 你这个N如果在这里画出来 会不会经过这一点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往旁边移一点 知道吗